第四章 让人误以为真的 愚人画 以前呢 我养了只小猫 我总喜欢逗它玩 把它举得高高的 让它照镜子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 它总以为那是另一只小猫 就会拱起背对着镜子 喵喵的叫个不停 我当时觉得有趣极了 可奇怪的是 如果你给它看一张小猫的图片 它却没有任何反应 就像没有看到似的 小狗也是这样 它总是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汪汪的叫个不停 对图片中的小狗或小猫 却毫无反应 所以啊 虽然动物能看见东西 却不会欣赏 有些人也是这样 它们能看得见话 但就是不会欣赏 所以 能不能看见和会不会欣赏 是两码事 圣经里说 有些东西 有眼睛 但不会欣赏 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小时候啊 我家附近的街角有一家糖果店 店里的柜台上画了一枚一美元的银币 这枚银币啊 画得实在是太逼真了 几乎所有看见的人都试过把它捡起来 我当时觉得这幅画真的很棒 画它的画家也很了不起 我还记得小时候去过一个美术馆 里面有一幅画我最喜欢了 画上是一位女士躲在半眼的门后向外偷看 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 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幅画实在太逼真了 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是一幅画 太不可思议了 我当时想啊 要是一幅画栩栩如生 能够让人误以为真 那一定是件很了不起的作品 古希腊的画家 似乎跟我有同感 你肯定知道 希腊与埃及隔着地中海相望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希腊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雕塑家和建筑师 不过 他们的绘画倒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们的画 大部分都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以假乱真的愚人画 也就是说 他们总试着画让人误以为真的画 埃及和亚树有许多画广为人知 但我们不清楚这些画的作者是谁 相反啊 我们知道许多希腊画家的名字 却不清楚他们有些什么作品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画家 是第一位我们确切知道名字的画家 他是希腊人 名字比较难拼 不像史密斯或者是琼斯这么简单 事实上啊 大部分希腊人民在我们看来都很奇怪 读起来也很拗口 但他被称作 希腊绘画之父 如果你真想记住他的名字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他的名字叫做 波利格诺托斯 同时代的作家都在书上记载说 他是位十分了不起的画家 但他没有任何画作保存下来 所以 我们只能相信书中的记载了 事实上 保存下来的希腊绘画作品 寥寥可数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绝大部分的画 都画在可移动的物体上 就像我们现在将画挂在墙上一样 这些可以移动的画 后来全都流失或者被毁坏了 最有名的愚人画画家中 有一位是希腊画家纽克西斯 他出生于公元前四百年 据说呀 他曾画过一个手里 捧着一大串葡萄的小男孩 画中的葡萄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 结果 你猜怎么着了 有许多鸟飞过来捉这幅画 想吃画上的葡萄 周克西斯拿这幅画 与另一位名叫法哈修斯的画家进行比赛 所有人都认为周克西斯肯定会胜出 因为他画的葡萄甚至连小鸟都可以骗过 法哈修斯用来比赛的画被一幅帘子给遮住了 现在 周克西斯说道 请把帘子拉开 让大家看看你的画吧 法哈修斯回答说 哼 我画的就是这个窗帘呢 连你这样一个大活人都以为这是一副真的窗帘 所以 我赢了 你骗了小鸟 可我却骗了你 还有 你画的那个拿葡萄的小男孩 其实还不够逼真 否则呀 它应该会吓跑那些小鸟才对呀 还有一幅希腊绘画作品 人们对它褒贬不一 有人说它是希腊最好的画 也有人说是最糟糕的 这幅画画在一个著名的大厅的地板上 画中是一些果 蟹 纸 皮 剩饭 剩菜 看起来就像是从桌上掉下来 还没打扫干净 因此 这幅画就叫 未打扫的大厅 希腊人都觉得这幅画挺不错 可是不管这幅画多么自然逼真 我也不觉得它很美 或者称得上是艺术品 最著名的希腊画家叫做亚比利斯 他和年轻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是朋友 为亚历山大大帝画过许多肖像画 然而与他的画相比 他更有名的是说过两句话 有个鞋匠曾指出亚比利斯画中人物的鞋画得不对 亚比利斯非常高兴 能有一个懂鞋的行家给自己提出意见 便欣然地接受了他的批评 做出了修改 可第二天 这位鞋匠又指出他另一个地方画得不对 这一次 亚比利斯不喜欢鞋匠的批评 觉得鞋匠根本就是在瞎说 所以他大声说道 嘿 鞋匠老兄 你管好你的楦头就好了 楦头就是做鞋用的木质模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鞋匠只要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了 不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直手画脚 亚比利斯工作非常努力 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经常说 要取不离口 比不离手才行呢 尽管他生活在两千年前 直到现在 我们仍然会引用他说的一些话 他的画作为格言流传了下来 他的绘画作品却没有一幅保存下来 尽管与他同时代的人 都非常尊敬他 把他称为希腊最伟大的画家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亚比利斯绘画技术非常高潮 据说 有一天亚比利斯去看望他的一位画家朋友 普罗托格尼斯 但普罗托格尼斯恰好不在家 于是亚比利斯拿起画笔 蘸了点颜料 在朋友的画板上画了一条非常细的直线 就走了 他想看看 普罗托格尼斯会不会知道这条线是他画的 过了一会儿 普罗托格尼斯回来了 他看到这条线时 惊变道 啊 看来亚比利斯来过了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和亚比利斯以外 没有人能够画出这么美的线条了 于是 普罗托格尼斯顺着线条 用另一种颜色画了一条更细的直线 将之前的线正好一分为二 不久 亚比利斯又来到普罗托格尼斯家 当他看到自己画的那条直线中间多了一条更细更直的线之后 他又一次拿起画笔 在普罗托格尼斯的那条线上 画了一条更细的线 把它也分开来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这幅画就该叫做分叉的头发 很可惜啊 这些画没有一张保存下来 所以我也无法展示图片给你们看 要是有图片呢 我们可以自己评判一下 看看这些画是不是真的那么了不起